时续慢慢进入秋天 双溪的荷花田除了夏河之外 现在香水莲、睡莲、霸王莲陆续绽放笔美 双溪区长陈其正和当地里长简德福 欢迎大家继续来荷花田欣赏不同品种的莲花 双溪上林荷花园在今年强力推广下 加上小旅行的开团 目前已经有近十万人次涌入荷花园 欣赏各种类的花卉 而一般常见的荷花虽然已经过了花开期 但紧接而来的是香水莲、睡莲还有霸王莲 一样有看头 大家把七公斤的农田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荷花一部分是莲花 那莲花里面也有睡莲还有香水莲 也有霸王莲 单单我们的香水莲就有七种品种 但是我们这个荷花石 目前我看到只有六种 有六种 所以六种之多 香水莲可以铺比 然后荷花这个睡莲 我们一般讲睡莲是日常你睡 晚上你开花 所以我们早上来 尤其早上的时候 九点半以前 然后可以看到睡莲的一个绽放 很漂亮 在早上九点半之前 各位如果来到双溪 可以看到我们七公顷的这些 睡莲跟荷花园 实在是非常的漂亮 那其实我们双溪这个地方 七公顷的一个面积 已经在荷花剧几半之后 这几个月下来 已经有数万名的民众 到我们这边来旅游 那也带动整个 我们双溪低碳旅游的发展 当地里长简德福说 这里将近七公顷的花田 近一半的空间都种了睡莲 香水莲和霸王莲 睡莲因为晚上盛开 白天合起 因此有睡莲之称 香水莲顾名思义 就是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令人心旷神医 霸王莲则是叶子硕大 婴儿得名 小孩子还能坐在上头呢 霸王莲 上面可以做小姐 可以做小朋友 吸引很多的游客 尤其摄影协会 都来这边看 那我们感谢区长 感谢公所 对田耿的一个除草 那当然民间的力量 还是有限的 希望我们政府 包括公所 包括市政府 能够把这个荷花园 继续能够加以 协助来维护 那提供我们游客来观赏 所以现在秋高气爽 那来赏年 然后来这个上林荷花园 走一走是相当不错 学长表示 上林荷花园 已经打响名号 每到周末假日 总是吸引许多游客 慕名而来 也带动地方的低碳旅游发展 农夫市籍也因而受到欢迎 有机无毒的农产品 一推出就被一扫而空 杰尘威 双溪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